大家好 我是中医老马 在最近的一些段子中 我看大家问上热下寒的人还是依然很多 所以说今天再给大家讲讲 上热下寒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况 所谓的上热就是一定表现出 我们是上焦所表现出的热 你像我们的鼻子干眼睛也干 你像我们的口腔经常出现溃疡 口干烟脏口苦这些症状 才叫我们真正的上焦有热 同时像我们的心烦失眠也是上焦有热 热扰心神所导致的 那我们的下焦有寒 一定是我们腰以下比较凉 你像我们经常所说的屁股凉 腿凉脚也凉 大家想想上焦指的是什么 大家一定记住上焦有热是讲的我们心火盛 因为心为阳中之阳 所以说上焦的热都是心火所导致的 下焦的主要脏气是肾 肾煮藏经煮水 这样下焦有寒一定是我们肾阳虚 有的大夫说了 说下焦有寒是肾水不足不能上聚于心 其实是错误的 下焦有寒是肾阳虚不能鼓动肾水上济于心 而不是肾水不足 而是肾阳不足肾水寒不能鼓动上济于心 而造成的心火毒抗 今天就给大家通过一个病例给大家讲讲我们上热下寒 要怎么来调理 这个患者是一个56岁的女性姓王 她刚过了她的更年期 因为她的更年期在50岁左右 绝经在51绝的经 这刚过了5年 而近期所表现出来的症状就是心烦失眠 而且出现了口罩烟干 有少量的溃疡 她的口腔特别的疼 而你这个心火还是比较盛的 你看你的舌尖是红的 溃疡也在舌尖 而你是不是感觉下边有点凉 她说了下边也是有点凉 为什么 她说我老感觉我的脚就像放在冰块里的炸一样 而且腰以下都凉 冬天我比别人多穿一层衣服 而夏天不敢穿裙子 为什么 就是怕凉 也穿上球裤才感觉有点暖意 我说你是典型的上热下寒症 这个患者 我给大家讲一讲他的用药思路 我们的上热下寒 大家一定记住 上焦和中焦和下焦 是我们人体的三焦 而上焦和下焦的沟通 需要我们中焦的斡选 所以说大家一定记住 虽然说上焦和下焦存在上热下寒 中医讲的那样水火济济 而上焦和下焦不沟通的时候 一定是活水不济 所以说我清上焦就只给他用了两味药 就是黄莲和黄禽 黄禽善清上焦之热 而黄莲善清新火 是我们心经的引经药 这两味药就可以解决上焦热的问题 同时我们下焦寒怎么来解决呢 一般的我们下焦有寒的时候 我们多用复子和肉桂 而肉桂的这味药是引火归原的 引上焦之火归下焦 来温肾水是肾水不寒 引火归原藏于我们的肾 内经中有一句话 五脏六腑之经结藏于肾 肾经分二为阴阳 阴阳合一为肾经 所以说用我们的肤子和肉桂 来鼓动肾阳 使我们的肾水不寒以后 上济于心来制约我们的心阳 来补充我们的心阴 这样我们的上火也不热了 下水也不寒了 同时我寒给大家说了一说 中交的窝旋就是使我们中交的契机 一定是通胖的 我们的中交皮主生 胃主降 当我们皮主生的时候 也有助于我们的肾水 在肾阳的鼓动下来上聚于心 而胃降的时候 使我们的心火在胃降的前提下 才能下聚于肾 使肾水不寒 而鼓动我们的肾阳 来温序我们的肾水 所以说我们要调唱契机 用什么来调唱我们中交契机呢 一就是呢 要温补脾气 我们一般的就用我们的白猪和腹灵 既能够健脾又能够立施 以防止脾虚施胜来组织积极 另一方面 我们李东元 在蓝氏密藏中所说了两句话 说呢 和谓者用生姜 和谓者用陈皮 和谓者用拌下 但是呢 这个方子中我们已经加了父子 但是呢 我们就不能用拌下了 为什么呢 因为十八反半楼背脸及公屋 所以说 狗对我们这个屋头 也就是夫子是屋头的一种 他也是呢 相反的 所以不能用 所以说我们用哪位要来调理何位呢 就用陈皮 所以说白猪 茯苓 陈皮 三味要稍微加点生姜 就能够使脾气生胃气降 这样呢 也能鼓动我们的肾水上基于心 而使新阳呢 也能够得于随着胃降 而温去我们的肾阳 使肾水不寒 简简单单的一个方子 就能够把他这个病给解决了 同时呢 大家一定记住 肝主输血 体现出一个什么概念呢 这个人必须输肝 因为肝主气急的生发 而我们中胶气急的通畅的过程中 也有赖于肝的疏泻 所以说这个方子中又加了两位要 一位是柴湖 一位是衣裕金 这两位要呢 既能入气氛又能入血氛 疏肝 礼气 以解育 这样呢 中胶 下胶 上胶的沟通 得畅 上胶之火 能够呢 下胶于肾水呢 仗基于心 使我们上下得通 阴阳得顺 气血得河 这个患者用了一个月 这一个月我给他开了20副药 分为两次 第一次呢 就用了我这个圆方 第二次呢 又给他加了两味药 当归和白勺 来揉肝 大家一定记住 他这个年龄啊 一定要揉肝 养血 养肝血 为什么呢 因为啊 随着年龄的增大 肝血 就会被嚎伤 因为呢 肝为血腐 肝煮藏血 如果肝藏血的能力减弱以后 血不足 也会引起我们的失眠 躲梦 也会引起我们的心神施痒 心脏施痒 产生心剂失眠 所以说通过一个月的治疗呢 他这个病呢 就痊愈了 通过这个病例 我给大家讲讲 我们上交和下交 虽然在中交的斡旋下才能沟通 但是我们的足少音肾经 有一别落 灌隔入肺 进入我们的心包 而入信经 这就是我们守少音和足少音相交 也叫我们心肾相交的主要激励 正常的情况下呢 我们叫水火积迹 就是呢 肾水上济于心 补充心音 使我们的心火不亢 心火呢 下距于肾 稳补肾阳 使我们的肾水不寒 上交下交 互相得通 阴阳得顺 气血得河 人就会健康了 通过这个视频呢 我也给大家讲一个道理 就是呢 阴阳平衡 气血冲河 百病不生 我们朱丹西 在他的丹西心法中 所说的一句话 气血冲河 万病不生 一有福瘀 助病生炎 故 助病生于瘀 所以说 他这个瘀 其实是提到了一个气肌的不畅 所以说气氛情质 三分疾病 只要我们气肌通畅 气血运行通畅 我们人体就不够得病 这个视频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 如果大家还有其他的问题 请在评论区留言 我会给大家呢 一一回复